刺開包裝大口咬下 散發濃濃奶香的太陽餅 不知好吃 吃對濕雞 還能有好運氣 民俗專家說 古代皇帝春分忌日 秋分忌月 祈求國泰民安 但今年進入春分的時間點 是晚上的十一點多 沒有辦法見到太陽 可以改吃太陽餅 象徵春日的陽光 或是等太陽升起來之後 到戶外走走 替自己迎來好磁場 春分開運第二招 就是要迎接春分水 在晚間的十一點二十九分 接春分水來喝或是洗臉 也代表開春打擊 另外根據中醫的理論 在人體的五行當中 春季跟肝相對應 是陽肝的好時節 因此春分時節 應該要避免喝酒 春分是昼夜均等 寒與溫各半的日子 建立不要喝酒 小心身體不適 只有寓意的糕點 結春分水避免喝酒 留意春分開運小撇步 能替自己帶來 一整年的好運氣 這兩天在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 請上這個夢夢水 國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 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脂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